我看你怎么拿得出来这三个亿 谢谢先生三个亿已成交 什么不这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狗东西怎么可能有三个亿 是的张少刘少我们日增开卖会 你绝不肯不脱脱 这位先生您的银行坛没有设密码 未来安全期间还是建议你设个密码吧 区区几百亿后来是 先生真是好气冲天太有钱了 这几百亿才怎么可能啊 这个信销的狗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这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啊 天董没想到你这么有钱 陆雪跟着你 是他的夫妻啊 只是些小钱 张老太爷你见笑 刘少是不是该已经纵约了呀 纵约 刚才是谁一个信的说我很狂很拽 现在看看到底是谁很狂很拽 谁在谁的面前装逼呀 你谁跟你堵了呀 有谁听见了吗 有谁听见了吗 刚刚就没有人听见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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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妄性可真大 刚刚说的话 转眼就妄了 转眼就不认账了 谁跟你打赌了 有谁听见了吗 听见了呀 哈哈哈哈 就是 我就想问问再度的各位 又誰頂到了 我跟他打董了 我聽到了 你 老太嚴婷 是嗎 我以為你是一個嚴必須 行必須的男人 這才把人家丟到我的手上 想不到你為了兩個月 你在我面前不認家 這天龍還算是我們一家人 都敢當面抵賴 你以後在商場上怎麼立足 還讓我失望了 胡政賬 劉少啊 這可是兩個人啊 我陪你去保證 我要是不給 我爺爺會怎麼看我呀 剛剛 劉家的基金 爺爺答應給我們的 咱們還要不要了 這 什麼的孩子套不住啊 給他吧 小天龍 這兩個億 我轉給你 我轉給你 謝謝劉少了 兩億到賬 小天爺 既然你喜歡 不是代表儒學 代表我業務大人 獻給你 這怎麼死的 這可是你花了三個億買下的 價格不匪啊 沒事 劉少 不是替我出了兩個億嗎 哇 你就花了一個億而已 小天龍 這狗東西太囂張了 劉少 下一天派 我們絕對不能輸 必須得讓這個狗東西輸 他有幾個錢 天龍 好 那就謝謝你了 有空帶魯雪來劉家做做 魯雪下給你 真是他的福氣啊 好的 老太元 你放心 以後啊 我和魯雪 請聽過去劉家看我 哈哈 那句好 那句好 第二件拍品 國畫大師晚年最珍貴的作品 桃園圖 桃園圖 這可是絕世珍品啊 老太元喜歡 那天龍 你拿下這件國畫 不用不用 你已經為老夫發了足足三個億 不用再亂發錢了 老太元七十大壽 怎麼說這壽裏你的珍貴線不是 哼 小天龍 你少在這裏裝孝心了 爺爺 這件國畫 昨天買給你 我出 兩個億 不錯不錯啊 你這次真是花了血本 上來就加價五千萬 哼 小天龍 我告訴你 這次本少爺不會再讓 你最好很了不起啊 否則我會讓你死得很 最好不要讓 否則我怎麼贏你的錢呢 哈哈 少在這裏打嘴炮了 你個香巴老 你怎麼可能比度過我呀 小天龍 我已經出價了 現在輪到你了 那我就意思意思 五夜 五夜 這狗東西 真這麼有錢 這 他 這香巴老不會真的卡里有幾百個億嗎 不可能 絕對不能 誰有幾百個億 還去當上門女 說的也是 這傢伙肯定是把楊家的資產全部都賣了 才湊得了這幾個臭錢 藉著楊家的資產還在這裝逼 會吃晚飯呢 楊家的資產我是知道 他就是把全家都賣了 也最多只能湊出十個億 我看他怎麼在我面前裝下去啊 我出十億 楊少 高 真是高 一下 戳中的命運 我看他 還怎麼叫 楊少 你看 果然發香啊 楊天龍 你不敢再叫價了吧 你再叫下去 你們楊家的資產都不都付了吧 我看你還怎麼在楊少爺面前裝逼 不要 不好意思 讓你失望 十五億 一群十五億 哇靠 這狗東西還真敢叫啊 我當然敢叫 十五億 你們聽清楚沒 楊少這這該怎麼辦呢 我我我哪知道怎麼辦呢 十五億一次 還有沒有人再出家 十五億兩次 十五億三次 這件絕世國話由肖先生獲得 老太爺 今天課裡你喜不喜歡 喜歡 真是太喜歡了 劉少 十個億 你打我賬不上嗎 還是之前的賬號 小天龍 你 你給我等著你 這個 當初我把劉嘉嘉交給我手上是 資產過百億 不必說現在連十個億都拿不出吧 願賭就要服輸 總而知道 十一到賬了 柳少 你可真是大方 趙少 下一件派遞 必須得上 我爺爺在這兒 我不敢玩什麼話呀 好 讓本少爺來 今天我非得整死這個狗東西 第三件派遞 外國皇室藍寶石戒指一隻 重達十五克拉 被稱為女王之星 起拍價三億 這戒指不錯 買給魯雪 他戴上啊 一定很漂亮 魯雪看到了 肯定會很開心 哼 這枚戒指 本少爺看著 信銷的 你想要 那得問我 本少 我為什麼要問你 你有沒有錢 你說什麼 你說本少有沒有錢 我今天就讓你這個狗東西看看 什麼叫做豪門大少 說話真想看看 所謂的豪門大少 究竟有多少錢 這枚藍寶石戒指 本少爺看上了 我出價三億八千萬 四億 你 你居然出價四億 好 五億 太少了太少了 多多出點吧 我出十億 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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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枚藍寶石戒指最多值五億 這好東西 一枚藍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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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不是雪虧五個億嗎 只不過五個億而已 也就是我 一個月的生活費吧 再說了 你得賠我五個億 算上去 我也就花了五個億 買到了這價值五個億的戒指 算上去 我並不虧了 但是你張哨 實大實地虧了五個億 你屁都沒有 我 我 張哨 咱不能讓 這一讓 就五億 就金飛擔擔了 你這個狗東西 我今生今世饒不了你 我 我出價十二億 那這樣 十二億 張哨 你還挺有錢嗎 那是當然的 信銷的 信銷的 你這個狗東西 你不是有錢嗎 你卡裡不是有幾百億嗎 你跟啊 你跟啊 誰說我不敢繼續加的 十五億 信銷的 你還真敢跟啊 來啊 加繼續加 不加加的話 你選賠十二億哦 加加呀 不加加呀 要不然 我們就虧大了 我怎麼加呀 我已經出了十五億了 我 張哨 你傻呀 反正又沒有人可以逼著你認賬 到時候咱們就算了 我剛才一時夢圈了 我忘了我輸了我可以來賬 哈哈哈哈 我看你這個小子怎麼贏 信銷的 你這個狗東西沒死過是吧 今天本來就要把你打回鄉下 我出價 趴死你 張哨 你真的出價二十一 哼 這個東西可不自這個價啊 哼 本少爺的臉 可不是誰都能打的 這枚戒不值二十 但本少爺的臉 那就值二十 張哨 你的臉 還真值錢啊 廢話少說 你有錢就出錢 沒錢就認輸 你現在就幾錢了 好 那我出 三十億 三十 三十二億 四十億 是 張哨 我可得提醒你 一到我現在退出 你可得真金白銀的拋出錢了 你要是他自尊拍賣會上亂喊架 小心 會死得很慘哦 張哨 要不他現在就收手吧 反正咱們也可以賴賬 到時候 讓這個小的 血虧四十億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有效 聽你的 我不要 哈哈 這就不要了 張哨 你的臉 真不值錢啊 我的臉就不值錢 我就不要了 我不要了 你能拿我怎麼樣 哈哈哈哈 你別忘了 你還得給我三十二個億啊 我別不要 你能咬我啊 你咬我呀 我可沒有老太爺 現在就逼我給錢 張哨 你這人 做人太不成信了 我就不成信了 我就不成信了 咋的 張哨 你以為你賴賬 我就拿你沒飯 我就賴 今天本少爺就賴賬了 你來咬我呀 你來咬我 哈哈哈哈 小天龍啊 你把四十億賣這麼一個破劍 你虧死了你 哈哈哈哈 張鞋 你們張家好像所有的資產 都在國外人家銀行上嗎 嗯 你怎麼知道 不好意思 你們家銀行 是我們開的